轟哥载舞这一跳勾起许多人的童年记忆 蓝精灵出自比利时漫画家皮埃尔 居里福尔之手 去年底这群蓝色小精灵也迈向60岁 趁着60周年之际与上海的乐园洗手合作 将打造耗资30亿台币 占定牵皮的精灵之城锁定亲子旅游市场 大部分我们会采取一种AR 就是小朋友这种镜像的 那也有六地啊飞行影院啊 还有一些就是亲子互动的一些产品 蓝精灵相当于是我们在亚太的这个 首座的这个乐园 未来这座小精灵乐园将坐落在上海蛇山旅游度假区 与全球唯一地平线下的深坑饭店 当邻居 既然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饭店 那么这个海底元素是绝对少不了的 因此也特别打照像是这样的水下餐厅来吸引消费者 不难发现从乐园到食宿都以情境式体验 吸引游客与迪士尼较劲的意味浓厚 尤其光是去年上海的游客接待量就达3亿人 带来5000亿人民币约2兆台币的收益 这也难怪这个又有新乐园露出上海 抢占长山脚旅游市场 能让上海的乐园竞争更加白热化 记得您新鲜言片于上海采访报道